美军又一艘航母传出坏消息 情急之下 美军向狗求助 怎么回事 据商业内幕网站最新报道 美国海军又有一艘航母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该事件在美国大西洋海军航空兵部队詹尼弗克拉格的发言中被证实 据悉 此次传出坏消息的该航母为美国海军布什号 该舰上的一小部分舰员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时结果为阳性 报道还称 在布什号航母上出现数量不详的舰员感染后 这艘航母目前正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 而感染的舰员已经在家中接受隔离 克拉格还透露出更多关于此次疫情的细节 称布什号航母目前正在积极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尽量减少人员聚集 同时也要求舰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并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消毒 其中罗斯福号航母更是疫情大爆发 超过1000名舰员感染 这也直接打乱了美国海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母部署计划 因此 在又一艘航母中招的秦极之下 美军开始了向狗求助